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个老年人疼痛呢 他没有发生的规律 他这个疼痛来得很突然 这个突然这个疼痛呢 还半发着关键的明显的肿胀 发热和发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应该考虑 痛风性的这种新关键的关键炎 另外的话 比较少见的呢 我们就说化动性的关键炎 这个比较少见了 所以说我们说一般常见的原因 应该是这 主要是这两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